资讯作战的时代 不过这一回是大陆的国安部指控 我国防部对他们发起了网路攻击 而且呢 直接点名的是第四军种子通电军 好我们先来看到大陆国安部声称 有一个叫做匿名者64的骇客组织 对这个陆港澳地区频繁进行了网路攻击 经过调查确认 该组织就是由台独势力豢养的网军 这个组织呢成立20236月4号 到现在发布了70多则的贴文 其实大部分都是转载大陆异议人士 批评中共作为等等的内容 近期有刊登了中共武警屠杀学生 打压人权等照片 但是呢观察到包含了这个贴文按赞啦 还有留言人数其实并不多 只不过呢这回大陆的国安部 也曝光了三名台湾的资通电军的现役人员 包含了照片姓名全部都曝光了 现在呢他们也说 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 已经依法对这三个人展开立案调查 好其实大陆今年6月21号公布了成都意见之后 这也是首批依据该成都意见立案侦查的台湾人 只不过呢对于对岸的指控 我们来看到国防部的资通电军指挥部的说法是 陆方指控内容并非事实 好但是真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各方的看法又是如何 军情局的前副局长直接说了 按照他跟中共的情报部门交手多年的经历 其实对方公布的案件通常是真真假假 不会从头到尾都是子虚乌有 因此呢认为对岸宣称我方的网路攻击 甚至于三个人的名单都很有可能是真的 当然呢对岸决定采取这种报复行为 绝对不是只有国安部所宣称的 只有一些不重要的山寨啦或是僵尸网站被害 而是呢的确好我方有害入某些对岸重要的内部网站 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至于为何国安部要具名公布消息 把这个事情炒成新闻呢 他的解读是应该是要对台湾还有华府发出警告 显示说哎对岸是有能力来做反击的 另外情治界的退休将领则是说了 这三个人呢其实或许是中共掌握到身份的 资通电局指挥部的人员 但是未必就是这一次发起骇客攻击的主角 因为对岸找不到是谁做的 所以就张冠李戴随便的找人顶罪 另外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唐永鸿则说 过去其实大陆反对台独只要是以政策宣誓为主 但是自从成都22条意见发布之后 这个态度就转变成为具体的行动 他而且还提到了 大陆的有关部门将会陆续对罪证明确者 进行立案调查 同时也会定罪甚至逮捕 这对于台独势力 其实会起到比过往更强大的威吓作用 好不过呢在台湾方面 其实看法倒是比较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到前立委郭正亮 他认为说中国大陆国安部做这个公布 他觉得蛮怪的因为他并不是没有举出的市政 他直接点名了这个团体叫做匿名者64 好攻击的单位包含了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能源还有基础建设 包含了网路攻击跟窃取的敏感数据资料 但是呢如果台湾的资通电军真的这么厉害 亮哥认为这也算是一种成果 但是他觉得比较可怕的是 对岸这回直接点名了三个人 而且还贴出了照片 好三个人看起来都蛮年轻的哦 当然对岸如果敢登出照片 那么一定是查了很久 比较诡异的是 我方的回答是说 这些都不是事实 资通电军从来不会侵扰对方对岸 那么亮哥想要问 那么你建这个军种干嘛呢 那什么又是事实呢 另外呢 前海军舰长黄真辉 他则是觉得说 不可思议耶 因为呢他就去Google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人网路上有自我介绍 好他直接告诉大家 他目前就职于国防部的网路技术单位 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渗透测试 还有内网渗透 因此黄真辉说 我的天哪 如果这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么国防部你应该要赶快去查查所有的人呢 但是立委沈柏阳说这是不足彩性 很明显就是新战的一环 好针对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持续来请教一下议员 您怎么样看整起事件 这三个人的名字照片全部都公布了 换句话说身份都已经曝光了吗 这个按照民进党政府的逻辑 他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增加国防预算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从务必赶征兵 然后身边就继续让这个义务艺的军人 然后要不断的入营去受训 他们一直跟大家讲的是因为两岸现在很危险 对不对 不知道对岸什么时候打过来 说我们要增加我们国防武力 所以因此呢我们假想的确是对岸 那现在军事武力的这个健备 也是为了这个防疫这个对岸 两岸之间的战争这样子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所谓自通讯的 这个第四军的部分 当时蔡英文在成立这样子 一个第四军的这种类似资讯为首的这样子 一个军队的部件的时候 你的目的当然就是以对岸为家这样定 所以今天国防部他跳出来讲说 这次的事件第一个并非事实 然后再来是他们从来不会去倾劳对岸 那我就要问了 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些军方的这种资通讯 这种资安兵们 你们实战操演的对象是谁 如果你今天不会去倾倒对方的话 难道你都把你们的刀用在国内吗 难道你对的是刚刚讲到台南店家吗 讲到是我们国民党吗 难道拿自己中华民国国民去下手吗 去做你们的战术演练吗 你一定会有一些演练吗 好当然我能理解 因为现在这种虽然是资讯战 但资讯战也是战争的一环 如果真的直接承认说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我们就是有派这个间谍骇客 然后潜入对岸的很多重要的所谓 国家跟军方的网站 会造成两岸的这样军事冲突 好我能理解啊 但你不用多说这句话吗 你直接说这些非事实就好 哪一段非事实没人知道 你可以多一句说 这个不是我们 我们绝对不会去倾倒对岸 这叫什么 这叫做怕 怕了 完全没有胆去挑战吗 就担心对岸去反攻回来 然后担心对岸对我们有一些 那个反制措施 所以直接示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做这些事情 绝对不会去 不会去倾倒到中共等等的 我们只是自己做好自己的准备而已 完全没有去直接面对的一个勇气 跟决心嘛 所以你在这种回应里面 机能上就已经矮人家一劫了 那回到这一部分啊 你说这三个人的照片 这为什么这个中共他们要把它去展现出来 当然说这三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所谓什么匿名64去倾倒对岸网站的三个核心垂源 目前是不确定也不会有人去承认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是国防的这个机密 但是老公去把这三个人的照片展示出来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台湾的军方 跟他讲说其实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都有掌握一定的资料跟情资 而且我给这三个照片 一定是我确定是事实嘛 就是有这三个人的确在这种资通讯军的这军种里面 是不是这是攻击不知道 但这三个人我已经抓到资料了 因此我的情报的反制能力 不是你们想的这么弱的 我们都要掌握到相关情报 目的就是威吓 台湾的军方说你们不要再乱搞 这些都在我的眼底 那为什么老公会有这样子的能力 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应该是 去年的时候 其实台湾有一个护震市场被駭客入侵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台湾的所谓的护集资料 其实是被駭客拿走 那我们也合理怀疑可能是这个可能国际駭客 也可能是对岸也不一定 但这相关资料的确 现在是留到其他地方是不意外的 也因此他去做一个勾起之后 确认他们是军职之后 把他展现出来 去做一个威吓动力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这么多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两岸这种资通讯之间的争执的时候 当然我们担心 毕竟他也资讯战也是战争一环 不要把他变成无线上钢 变成两岸一个导火线 变成彼此之间可能会引发战争一个重点 所以当然国防部的克制我能理解 那国防部这边不挑衅我也能理解 但问题是 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不去正视彼此之间资讯战的这种能力的强跟弱 不去好好去检讨 或不去好好检讨说 为什么这三个人里面有其中一个人 还大言不惭的 或是搞不清楚状况的 在自己网路上的资料去说 对我就是在这个国际里面做这个事情 我就是专门去做渗透 连一般的网民都找不到说 原来你就是我们国防部里面 国军里面 专门做这些资通讯渗透的这种 骇客的工作 那你更不要谈为什么脑洞能抓到 你们很简单吗 一般人都抓到 所以这件就是蠢嘛 为什么国防部或国军在内部的训练里面 尤其是资通讯应该是顶尖的精英 为什么你们没有做好内部的这样的保密防碟的训练 没有把自己身份隐藏起来 这也是军机败坏的一种嘛 这个极极荒谬的事情 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看民进党去反应这个事情 国防部去能处理能理解 但民进党委员啊 沈伯央他说什么 他说这一切资料不足财性 为什么老共没这么强呢 找不到我们资料 在他说明显是心战的意环劳 好 大家去看到 只要民进党面对劳动他们比较优势的做法 所以说这都是心理战 不用相信他们这都一切都是假的 那我就问啊 照片中这三个人 不管他是不是国军里面的人 他今天被劳动点出来之后 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去了其他国家 不用去中国大陆去了其他国家 然后真的因为某些原因 然后这样子被这个绑架绑起来了 或者是他们有一天未来去了中国大陆 或者是香港港澳的地方 真的被绑起来之后 那我再问哦 沈伯央你不是告诉我们大家是心战的意环吗 那请问你有办法去把他们救出来吗 你有办法把你我们中华民国的子民 好好的把他保护好吗 你现在打嘴炮告诉大家说是心战的意环 叫大家不用担心 那未来这些小螺丝滴们 这些滴沉的这些小兵们 他们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 请问你有这个你这位立委租公 你有办法救他们吗 还是你能派你的黑熊学院成立一个军队 直接去把他营救出来 还是你只会从主席台上往下跳而已 就是你讲话不负责任 然后这样讲去渗染去魅惑你民进党的支持者 但是真的对于国军第一线的终地 你要好好保护吗 我觉得这才是民进党他应该深刻领导的事情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possi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